别的情侣也跟我们一样 整天没日没夜地 搞事业吗 你不想搞事业 难道想搞点其他的 二期临床的结果当中 入组患者的病程 用什么来表示 中卫数 三期临床中 入组标准的依据是什么 这个是补充材料里的 这些内容我只看了正文 八个小时 十篇文章 平均每篇文章四十分钟 你都看了些什么 不管是正文还是补充材料 这些内容对于评价一个研究 都是非常有用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为什么打不出 对不起 郭老师 今天之内无补上 顾老师 知道您一下要求严格 可是苏同学 毕竟连研究生都没读完 第一天上班 就给人家布置这么多任务 做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他跟其他人来比 做成这样 确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他自己的实力 远远不止如此 做成这样 根本没有宽恕的余地 苏元 如果你拿不出实力 就永远只能被人诟病靠关系 好了 郭老师 今天下班之前我会进度一遍 包括补充资料 我排了老长队才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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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班判若两人 什么老板 你才是老板 我怎么敢呢 老板布置工作的时候 遗址气势 吓得我现在还在瑟瑟发抖 哪个老板那么作妖 我帮你收拾他 我还以为 今天当众那么说你 你真生气了吗 我有那么不识趣吗 我知道你是在帮我 而且 确实是家事引起的论文诊断 大家难免对我有怨气 不过呢 你对我越严厉 大家就会越同情我 是 也不是 什么意思啊 你刚才是真的想训我 回家说 先吃 吃完再说 先说 说说再吃 伍玥安 我为什么要让你看那些文章 了解所有的研究进展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求生HDK39的问题 跟动脉流的关系 没错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研究机智相似的同类药物 总是在三期临床的时候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 比起论文里面 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述 我们难道不应该 了解他们真正在做什么吗 你难道不应该全面掌握补充材料吗 应该 是我考虑得太少了 那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们两个一起 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十篇论文过一遍 在论文当中找到突破口 来设计实验 这么多 就不应该跟老师谈恋 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复习资料 还有考不完的试 怎么 怎么了 怕了 现在后悔可来不及喽 你说 别的情侣也跟我们一样 整天没日没夜地 搞事业吗 你不想搞事业 难道想搞点其他的 吃吧 证明学习 无法自拔 吃吧 来 下来话